哈喽你们哈呀 然后这次的这个视频呢 是一个关于我如何为了下周的 八门finals 学习的一个视频 如果你对这类学习类的视频 有兴趣的话呢就先继续 看下去吧 这个是我的考试安排 今天是9号 然后前天我 考两门国家课程的期末考试 昨天也考了两门 然后从礼拜一开始 上午是英语 下午是地理 礼拜二上午是LL 就是写一篇1500字的 分析论文 下午是化学 礼拜三上午是数学 下午是商务 礼拜四上午没有考试下午是物理 礼拜五上午是生物 然后下午就放假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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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如果我总结完了以后 我就不会再翻书了 我就直接看我总结的笔记就好 可能看一遍15分钟就结束 by bwd6 我靠了个卫衣出去买全家那个椰子灰冰淇淋吃 然后我的嘴就变成了这样 真的好脏啊 现在是晚上8点45 然后我打算去洗个澡 然后就看看电影里 然后就睡觉了 但最后可能就是晚上和明天就不会有Vlog 因为我觉得它现在已经够长了 我觉得没那么多人喜欢看我在那里学习 对吧 就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看的 关于学习类的视频 你们可以私信我 或者在微博下面评论 因为B站的评论经常看不见 私信也经常看不见 对 然后就这样吧 拜拜 希望你们喜欢 谢谢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